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破晓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传新武将 吕魅 吕魅作为桑谷之战略版中 出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武将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战场上 发挥却并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看一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吕魅的一个技术信息 兵种适应性 骑兵S 弓兵S 枪兵A 玩骑兵玩弓兵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为什么他却玩不起来呢 可以看到他的武力值 88 2.38还不错 智力值37 0.96 这个智力值确实是稍低了一点 同帅呢是79 1.32 也不算特别的能扛 速度呢是60 1.02 也不算特别的慢速的一个角色 他自身为什么在现在版本用不上 有两大原因 第一点是因为他是一个群雄角色 群雄角色能玩的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多 像吕灵奇对吧他如果玩弓去顶群弓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诛军呢 对吧 所以说能想到让吕灵奇顶伤害了就非常的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自身的战法 狮子奋训 对敌军单体以及额外一到两名敌人造成兵刃攻击 也就是说打一个人 然后有额外的几率啊 就打一到两个敌人造成一个兵刃攻击 也就是说最少打两个嘛 对吧 最多打三个 然后伤害率呢 是这个59%到118% 也就是118% 并且提升自身主动战法发动击率提升10% 而且自身为主将的时候能提升15% 这个提升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些人玩吕魅会给他带纵兵啊 落风啊 这种战法 因为这个战法对吧 效果是非常好的 控制也非常足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于发动率有点低 那这个时候我们对吧 把这个吕魅掏出来 对不对 就效果就非常好了 而且这个效果是可以 施加到自身狮子分薰这个效果上的 也就是说 虽然你看他的这个战法 对吧 它是一个主动战法 35概率 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主将啊 那他又是一个50概率的战法 输出能力还是可以的 持续两个回合 如果敌军单体目标是敌军主将 则陷入叛逃状态 每回合持续造成伤害啊 这个伤害率呢 是120% 受物力或智力最高影响的无视防御 叛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它是一个对吧 无视你防御的一个输出能力啊 吕魅自身的属性也非常的不错啊 但是实际上 在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这个目标对吧 因为它是对额外造成伤害的 所以说你的目标 它只能是选择一个 如果说你选择不到主将的话 那狮子分薰就只能打一波输出 并不能去获得一个叛逃状态 这个角色啊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角色 不识说不能玩对吧 你要是实在没这样的话 用屡灵奇当然是可以的 你唯一看到屡灵奇痛苦的一点 也就是在于 你抽点仓抽个点仓屡灵奇对吧 屡灵奇当然是能玩的 在现在版本能玩的也是非常的少 对吧 像屡灵奇这种玩一些黑科技啊 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去玩五重阵 那么它自身猎传啊 两个效果 一个叫巾帼英雄啊 张鸡马云怒屡灵奇 马甲没有有用之人 张鸡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这个效果实际上 玩不出来 飞将所致其实还是可以的 这个张辽屡布成功屡灵奇对吧 有些人会玩屡布成功屡灵奇 或者说去玩一些其他的队伍 都是可以的 那么屡灵奇在现在版本能组的队伍 其实不是很多啊 第一是群攻嘛 对吧 这个袁绍屡灵奇 然后带朱军 但是这样的话 他会这个 双方 比如说我朱军放了叛逃对吧 我屡灵奇再去打叛逃的话 会顶掉 所以说也是很麻烦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就是袁绍屡灵奇 然后你再加一个张燕啊 对吧 再加一个这个作词啊 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玩一些这个 这个妇女妻妻妻妻 就是主将吕布 副将屡灵奇 然后你再带一个工具 其实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版本 为什么没有人去玩三四镇屡灵奇 为什么没有人去玩这个 对吧 去玩这个 输出流的 风势镇屡灵奇 或者去玩一些 各种各样的浅龙镇屡灵奇呢 其实非常大的一大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屡灵奇这个角色 太不稳定了 对吧 你说叛逃就叛逃 你说不叛逃就不叛逃了 那非常的麻烦 虽然说自身有一个 非常优秀的机制 但是非常可惜啊 然后屡灵奇 他自身的这个叛逃效果 对吧 输出能力 确实还是可以的 也不算是特别低 但是就是因为 自身并不是一个很稳定 导致现在这个角色 变成了一个 非常可惜的一个娱乐将 但是长得还是很帅的 对吧 他自身选择传承的战法 叫做绝地反击 也是反击流战法中的 一大特色 骑兵盾兵枪兵专属的 百分之百的被动战法 战斗中 自己每次受到冰日伤害 提升6.5励值 并且最多叠加十次 也就是60.5励值 非常高 第五回合的时候 根据叠加的层数 根据叠加的层数 对敌军全体造成冰日伤害 百分之120 每一层呢 提升14%的一个伤害率 这个效果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比如说玩核弹孙坚 玩顿顿顿 而且反击流的队伍 带绝地反击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或者是说前面赛季 对吧 有些人不想让自己的张飞 被诸葛亮算倒 也可能会带一下绝地反击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技能 好吧 那这个角色呢 我们也就讲到这里了 虽然说这个角色的技能 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因为自身 极度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导致现在版本 运气确实不太好用 好了 咱们本期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